你们怎么来了 妈 听弟弟说你要出去上班了 是真的吗 关你什么事 你要出去上班 你可以把弟弟来去呀 你弟弟他自己长大了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妈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没让我干过 家里的活也没让我干过 洗衣说话我更不会呀 弟弟的活我也不会干呀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我不是叫你去找你姐姐吗 你姐姐会照顾你的 妈 我也要出去上班了呀 我怎么能照顾得了他呀 哎呀 我不管 弟弟就交给你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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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姨 阿姨 他是你亲生儿子 你平时都把他当成你宝贝儿子一样的宠着 为什么现在就不管他了呢 说不认就不认了吗 走走走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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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你们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妈 那你走了之后你还会回来吗 我不回 我们回来关你什么事 妈 如果你走了 然后你又不回来的话 你这个家你也不要了 弟弟你也不要了 那这个家就等于散了呀 对啊 妈 你不可能不要我不管我了吧 你自己长大了 以后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以后也要成家的 妈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想提的 爸爸的那笔赔偿款 之前你在家的时候 我想到家里面要开支 弟弟以后也要结婚 也要用钱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提过 现在你既然要走 你又不回来了 那这笔钱你总要分出来一些吧 那些钱咋就用完了 我觉得姐姐说的对 那笔钱你多多少少要拿点出来啊 而且我在外面签了一批股赞 你多多少要给我和我姐姐啊 不然我以后我怎么生活呀 跟你们说咋就没有了 妈 你一直都说是这笔钱没有了 花完了 那你花在哪里去了呀 我也没有见家里面清添这什么东西 家里也没有买车买房 这笔钱花在哪里了 你总要说一声呀 我花在哪里需要跟你说吗 没道没想的 阿姨 我们能不能冷静的心灵气和的聊一聊呀 有批筷放我还忙的 阿姨 你也知道 然后小云呢 从小她的生世比较坎坷 她的亲生妈妈把她生下来两个月以后 先家里面穷就走了 从小过了什么生活 什么苦日子 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儿子的话 他过了肯定要比小云好一点 这个我都能理解啊 始终儿子是你亲生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姐弟 都是小云爸爸他们的亲生子女嘛 然后小云爸爸前两年意外走的话 对你们整个家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 但是的话人已经走了 这没办法 我们也改变不了 所以说他爸爸意外走的这一笔赔偿款的话 因为他们两姐弟是第一继承人 他们有权利来分这个钱的 跟你们说了很多片了 那些钱早就用完了 我都没有钱了 怎么出来分了 阿姨 你一直说你把这个钱花完了 没有了 问你花到哪里去了 你也说不出来花到哪里去了 像小云说的 家里面也没有买新房 也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你一直就说没有钱了 阿姨 你不能这样子的 他们也是你的子女啊 你不能这样子对他们的 还有你这个钱你好好想一下吧 钱你肯定是没有花 你放在家里面放好的 你只是说不愿意封给他们 你这样子吧 我就给你一天或者两天时间考虑吧 如果说你愿意封给他们 到时候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如果说你不愿意封给他们的话 那我下一次来的话 我只有叫律师过来跟你聊了 好吧 你考虑一下吧 小云弟弟 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走 走